这是美国总统专属座驾空军一号 可下一秒为其护航的战机 就收到向空军一号发射导弹的命令 飞行员再三确认命令的真伪后 立即通知其他护航战机快速散开 然后自己驾驶战机飞到空军一号的正后方 锁定目标后快速发射了一枚枣 探测到导弹来袭空军一号内的防御系统 瞬间被唤醒 飞机开始改变飞行姿态 但此时导弹离飞机只有2000米了 飞机系统迅速弹出干扰弹模式 接着尾部一枚干扰弹被快速弹射出 刚好挡在了导弹的前方 顿时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而这一切竟是总统让他们这样做 只因不久前一伙恐怖分子 劫持了这架号称世界上最安全的飞机 总统为了逃脱恐怖分子的控制 这才通知国防部让护航战机 对空军一号发射导弹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让飞机开始剧烈晃动 总统刚好趁此机会偷袭了这名恐怖分子 因为总统曾经参加过越战 所以轻松几下就解决了这名小卡拉咪 然后再次与国防部取得联系 得知恐怖分子这次劫机的目的 是为了交换美俄联合反恐行动中抓获的拉迪克 总统表示绝对不能向恐怖分子通协 副总统告诉他恐怖分子只给了他们半小时的时间 如果时间一到拉迪克还没有被释放的话 他们就会杀光飞机上所有人指 听到是这样的情况 他立马让副总统拿起电话与他单独通话 随后总统进入到飞机的控制系统 经过几番寻找 终于找到了燃油控制系统 然后再次联系了国防部 表示自己要倾泻燃油 让他们将电话转接给空军一号的维修人员 在维修人员的帮助下 总统很快就找到控制燃油的线 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可到最关键的时候 电话那头却没有了声音 原来是手机没电了 最后总统只能凭感觉将电线一顿乱接 没想到还真的被他蒙顿了 飞机开始倾泻燃油 然而这一情况很快就被恐怖分子发现 他们知道肯定是有人在飞机下层动了手脚 于是头目叫两人去下层查看情况 没想到他们俩刚一下来 就遭到总统的袭剧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枪战 另一名恐怖分子则趁乱快速跑到了控制系统时 开始维修控制燃油的线 而外面的恐怖分子在与总统一顿交火后 很快就没了弹药 他只能快速跑进控制系统时找同伴补充弹药 然而就在他补充弹药的间隙 总统偷偷潜到了上层入口处 将上层看门的恐怖分子骗了下来 与此同时 头目这边正与国防部联系 要求他们马上安排加油机过来进行空中加油 副总统说加油绝对没问题 只要你降落然后释放人质 绝对会给你加油 然而头目怎会被他们忽悠 他表示如果不答应派加油机过来 自己每隔一分钟就会解决一名人质 在这样的威胁下 副总统最终还是答应了头目的要求 但头目不知道的是 其实刚刚这一切都是总统与副总统计划 下层两名恐怖分子修好燃油线路后 还以为总统还在原来的地方 出来就是一顿火力输出 然后迅速跑上了上层入口 在关闭入口的期间 还要求旁边看守的同伙打起精神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此时的总统早在他们维修线路的时候 控制了这名小伙 接着总统压着这名小伙 很快找到了被关押的人质 打开门后他们不敢相信总统 竟然还在飞机上 情况紧急 总统没时间多解释 将恐怖分子交给其他人员后 立刻询问自己妻女的情况 官员说他们已经被恐怖分子单独抓走了 另一边的官员表示 他们现在可以尝试抢回飞机 但自己妻女在他们手上 很快就被总统拒绝 而且总统还告诉他们 飞机不久后就会在空中加油 听到这一情况后 官员立马有了主意 表示飞机尾部有降落死 只不过目前飞机高度过高 但只要通知加油机将高度降到15000尺 他们就可以跳走 总统却说现在恐怖分子 控制了无线电无法联系到加油机 就在这时身后一名胖妹叫住了他们 他表示可以用传真机 因为传真机和电话不同 很容易被他们忽略 于是总统立刻带着胖妹 偷偷潜到了办公室 写下信息后放入传真机内 没想到真的成功了 只不过此时乱作一团的国防部 能不能看到这份传真也成了一个问号 接着他带着胖妹一起与众人转移到飞机为 总统在下去的时候 还不忘给安保队长点一个赞 而安保队长只是尴尬地微笑了一下 然后瞬间改变了脸色 不久后护航的战机开始散开 加油机终于赶到现场 总统这边众人已经装备好降落散 官员临时与众人讲解了使用降落散的故事 接着加油机已经飞到了空军一号的上方 但目前高度依旧没有变化 他们也别无他法 只能希望国防部能看到他们发过去的船阵 这时加油机开始与恐怖分子联系 表示让他们下降到一万五千尺开始加油 恐怖分子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 很快高度表的数字就发生了变化 这下把众人高兴坏了 没过多久 恐怖分子在加油机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开始对接输油管道 在输油管道对接好后 飞机高度也来到了一万五千尺 官员健壮立刻打开了尾部舱门 然而这一操作也很快被恐怖分子发现 头目立刻叫手下前去查看情况 就在恐怖分子跑向尾部舱室的时间里 已经有大部分人质成功跳下飞机打开了降落伞 当恐怖分子感到是看着他们正在跳伞 气得他不停地敲门 情急之下 他竟拿起一旁的灭火器放在了门把手上 然后退到后面直接一敲 瞬间舱门被炸开 巨大的气压将众人直接冲出了飞机 好在总统及时抓住了舱门的液压感 而此时飞机因气压的影响开始出现剧烈的晃动 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加油机的输油管道也因此出现大量的漏油侵耗 接着输油管道直接离开了空军一号 同时燃油依然还在往外清醒 这把恐怖分子吓傻了 突然摩擦力瞬间将输油管点燃 恐怖分子见状立刻将飞机向下飞去 大火直接烧到了加油机的机身 刹那间产生了巨大的爆炸 而这时的总统依然还在围 就当一名官员准备伸手营救总统时被恐怖分子制止 官员表示他是总统 恐怖分子这才同意 在官员颤颤巍巍的去营救总统时 安保队长走上前一步看了一下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竟然主动让开了 最后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将总统救上来 然而这是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 总统等人被压到头等舱后 虽然见到了自己的亲女 但很快被头目一顿暴走 然后让他联系俄国方面让他们释放拉迪克 刚开始总统死活都不愿意 直到头目以总统女儿的性命做要挟 总统才被迫答应 不久后俄国方面就接到电话 他们得知总统的遭遇后 很快就同意了释放拉迪克 然而就在拉迪克出狱签字时 总统偷偷用玻璃片帮自己解开了炸弹 此时浑然不知的头目正为了拉迪克将军出狱感到高兴时 总统突然发动袭击 卡卡几下快速解决掉了一名小卡拉 而头目趁总统与另一名手下缠斗时 快速抓住了他的妻子并直接朝总统开了一枪 好在官员及时用自己身体接住了子弹 总统挣脱束缚后快速朝着头目开始射击 虽然成功击中头目 但妻子顺势被头目拖入到了下层 总统快速解决掉剩下的恐怖分子后 立刻跑到了下层 但刚一下来就遭到头目袭击 头目表示等到拉迪克将军安全出狱 自然会放了他妻子 可总统才不会听头目的这番鬼话 于是又偷偷潜入到另一边 与此同时 迎接拉迪克将军的飞机已经降落到监狱门口 随行的还有四名全副武装的士兵 而头目这边已经来到了稳物舱室 他正将飞机上所有降落伞丢下去 见到总统跟过来 头目立马举枪对着他的妻子 让他放下枪 然后表示驾驶员被你送去了西北 现在我又将所有降落伞丢下了飞机 接下来不用我动手 你们都会隐恨西北 就在头目废话连天时 女人一把推开他 总统趁机快速扑了过去 在两人疯狂的缠斗中 总统将一条绳子缠到了头目的脖子上后 轻轻拉动了头目身上降落伞的拉环 降落伞瞬间被打开 然后总统送给了他一句话 就这样恐怖分子全部被消灭 但危机依旧没有解除 总统立刻开始跑向头等舱 他必须马上联系俄国方面 再次逮捕拉迪克 然而此时的拉迪克已经换好衣服 正朝着监狱的大门走去 就在这时监狱的人叫住了他 他见情况不对立马跑上大门 而监狱这边见到没有停下来 便直接对他开火 就在拉迪克马上要接近飞机时 瞬间被击中竖枪 最后还是和恐怖分子一起去了西北 而迎接他的武装人员见到这种情况 也只能选择放弃 很快这一消息就传到了国防部 同时他们还得知总统已经夺回了空军一号 这下让大家无比的高兴 然而总统这边已经没了飞行员 他只能硬着头皮自己驾驶 但他还是20年前开过小飞机 从未开过这么大的飞机 现在的飞机都有自动驾驶 在国防部的帮助下 他们很快就将飞机自动驾驶的数据调整好 飞机开始改变航向 就在副总统询问他们降落点在哪里时 他突然发现地图中出现异常情况 经过了解这才知道是效忠拉迪克的部下 正驾驶米格战机准备拦截空军一号 他立刻下令让F15战机编队快速赶往空军一号的空运 必须竭尽全力保护总统的安全